小孩生病总是让做父母的很担心 但这么多传染病 家长最怕孩子感染哪一种病毒呢 玫瑰疹啊 然后腺病毒之类的 就住院住了一个礼拜 就是一直发高烧 然后可能有一点 就是活动力很不好这样子 怕会得重症啊 除了家长最担心的肠病毒外 有医师临床发现 去年零到四岁幼儿感染住院中 前两名分别是肺炎及肠病毒感染 但排名第五顺位的肠胃道感染 也不可轻忽 因为其中有四分之一是 轮状病毒所引起 光是去年就五千名幼儿因此住院 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又吐又拉 那严重的话会导致脱水 小孩没有办法进食又吐又拉 最后就会脱水 那脱水会衍生一大堆严重的后果 包括肾衰竭意识变化 甚至于休克死亡 医师说每年一月到三月 是轮状病毒感染的高峰期 但有部分妈妈 对轮状病毒的警觉性不高 常会误以为孩子 只是吃到不干净的食物 而引起上吐下泻及发烧 但如果症状持续两三天 都没有改善 甚至出现水泻 最好赶紧就医治疗 而平时也要勤洗手 注意环境卫生 这样才能降低感染机会 记者赖水平徐启峰 他又报道